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ist。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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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步道 150 秋冒园 还有通宵经营场 我从这边过去 大家好 今天参观属于台湾铁路海线五宝之一的 新埔車站 新埔車站最靠近海的五寶車站 步行幾分鐘就可以抵達 海線僅存五座1922年 木材建造的車站 被鐵道迷暱稱為海線五寶 新埔車站是其中的一寶 另外還有檀輪、大山、日蘭、追芬等車站 本車站前面進來完規定最高可滑一萬元土站 海線五寶車站據說皆為同一連混 同一張藍圖設計建造 外觀細部大同小異 而黃色的站體美觀漂亮 可惜因為連帶久遠加上士氣 油漆剝落的很嚴重 這裡可以欣賞藍面的三強牛眼窗和方形氣窗 可惜牛眼窗有些破損 外置型木材架構是五寶車站的主架構囊柱 牆面也是以木材作為固定架構 再以泥土混合米糠、粗糠、石灰作為牆面 這是日治時期的作品 歷經百年烘霜還能保存這樣不簡單 這是木材架構 這是木材架構 這本來是有公共電話的 現在公共電話沒人要打了 人人有手機 所以人用了 那這叫地土 我們那個抽空 那我們進來看看 這個熟悉的裝置 其他站也都有 不知道做什麼用 這裡屋頂也有釘天花板 所以也看不到屋頂的結構 新埔車站住址在苗栗縣通宵鎮 新埔里新埔五十七號 新埔車站設有島式月台、暗式月台各宇宙 還有跨線天橋 新埔車站1922年10月11日起用 最初的站名叫做新埔役 因為旅客不多 新埔車站1986年6月1日 由三等站降為甲等檢疫站 2017年9月16日由甲種檢疫站 在降為一種檢疫站 只有一位站務員服務 新埔車站日前僅停靠區間車 可以刷卡進站坐車 面對坐車月台的山牆和扭眼窗 也是剝露得很嚴重 這是跨線天橋 這是跨線天橋 海邊就在不遠處 我們去海邊看看 海邊就在不遠處 我們去海邊看看 有大樹 看到海了 幸福的海邊 四月遼闊 很漂亮 黃昏的時候很漂亮 在這邊吹海風 看夕陽 很棒 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欣賞了海線爐堡 有一些東西 這一站保存 那一站有可能就拆了 所以不盡相同 不管外觀 細部 都有些不盡相同 譬如追溫車站 是保存的最好的一站 它的顏色 木材顏色 都還保留著原來的顏色 綠蘭車站 卻是環境最優美的地方 綠蘭車站 有大樹林蔭可以整兩 綠蘭車站 可以看到屋頂的結構 可以看到屋頂結構 坎文車站 夠票的 很票的木柵來 它就已經拆掉了 還有那一個怪怪的裝置 用木材 木箱把它叮起來 保存著 應該就保存在那裡面 看見 北京 有目前為甚麼 在那裡 是 在那裡 有說 空間 在這裏 可 海線如保車站 我已經收集完畢 就發表完成 謝謝大家的觀察 希望你會喜歡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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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就要在此結束 謝謝收看 再見 謝謝 好美喔 愛的